这次下山一定要拿到四份婚书 找到父母当年抛弃我的真相 师父 你怎么给我找了四个老婆呀 这谁吃的小 我告诉你 这些个未婚妻 可都是鼎鼎大名的江城四大美女 除了还在读书的江城大学校花 孙孟涵名气小了点 剩下的 李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 李丹童 楚家姊妹花之一的楚嫣然 苏氏集团的女总裁苏妙可 身后那可都是成千上万的追求者 你别得了便宜又卖乖呀 师父 我还想钻研医术呢 您就让我留在山上吧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你父母是谁吗 这四份婚书 都是一是两份 男方一份 女方一份 你父母的消息 就藏在这女方的四份婚书当中 记住 无论婚姻成败 一定要拿回女方手里的四份婚书 谁啊 啊 你就是林浩天是吧 爷爷和姐姐现在不在 家里就有个人 要不你先进来吧 嘉宾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玩什么把戏 顾晓康 你是不是着急把我和爷爷喊出来干嘛 爷爷 燕燃 你们总算回来了 明后天现在在消燃的房间了 咱们快进去吧 那我开始吧 高天哥哥 你在优历史 好舒服呀 好了 你肚子以后就不会疼了 放心吧 真的不疼啊 浩天哥哥 你好厉害呀 你的病现在已经治好了 如果你姐不散的话 我赶紧再来 浩天哥哥 你别着急嘛 你这是 你就不害怕 抠击不成反十八米 林浩天 你干什么 他这是我亲妹妹 你怎么下得去手 你们未免有点太宠帅了吧 连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不问清楚 还是说 这就是你们找出来的毁婚的理由 林浩天 我们都亲眼看见了 还有什么可问的 你可是柳十一的徒弟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 燕燃 跟他这种色迷信号的东西 有什么好说的 我现在就跟他出去 你这种善意来了 群酸医生 有了燕燃还不满 活该你呆在山里 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待会儿找你算账 林浩天 忘了我还对你爸有幻想 从今天起 以我的婚约解除 咱们有任何关系 我劝你想清楚 你可千万别后悔 你体内的寒补 林浩天 牛皮的话你吹破了 信不信由你 林浩天 你 姐姐 燕燃 她 燕燃 姐姐 姐 燕燕 姐姐她 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你们 燕燃体内的九阴寒补 是绝症的 现在拳台下 只有林浩天能治 她说的没错 林浩天 既然你那么厉害 那你快救救姐姐吧 你忘了你刚刚做了什么吗 现在要救她 楚萧燃 好不要脸呢 浩天 你救救燕燃吧 刚才 你和萧燃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既往不咎 好一个既往不咎 老爷子 问这些之前 你先问了你的乖孙女 之前都做了什么的 萧燃 这到底什么情况 是 是邵康哥说这个 穷帅医生配不上我姐 就让我设计勾引 这样你就不会 让我姐姐嫁给他了 你 你怎么能这样 你这个混账 你 你 你们还当没当我这个老爷子在 赶紧给林浩天道歉 凭什么 顾家怎么交出来 你这么个败内东西 还愣着干什么 跪下 燕燃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我要你顾家好看 对不起 姐 林浩天 对不起 只要你救救姐姐吧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扶她进来 好了 她的邪奴已经暂时被我控制住了 下一次发作 是在三天之后 三天之后 你们记得带上婚书过来找我 如果没有婚书的话 可别怪我 能写无情了 那姐姐的病什么时候能痊愈 老爷子知道 回见 爷爷知道 这 这 她 体内的九阴之毒 会经过二十七年之后 才能彻底爆发 要破除九阴之毒的方法 只有一个 只是这 有神医 无必忌讳 直说九阴之毒 只有 这天生的九阳之身 才能破解这 九阴寒毒 也就是说 楚燕然的九阴寒毒 必须遇到一个 有天生的九阳之身 与他 行了男女之事之后 便可解除这 九阴寒毒 为燕然寻一位 具有纯阳之身的 夫婿不就行了 柳神医 可认识 天然纯阳之身之人 实不相瞒 我有一个徒儿 名唤 林浩天 他便是这 天生纯阳之身 都说我平时把你灌坏了 这下 你可把你姐姐害惨了 哼 难怪 难怪师父 要让楚燕然做我的美女妻 她体内的九阴寒毒 对她来说致命 对于抑制我体内的 穿阳之气来说 乃是不可多得的保 胜过任何两大妙妙啊 臭小子 出来这么久 也不知道给老子打个电话 你是不是不想回来了 师父 怎么会呢 等我拿到婚书我就回去了 现在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的帮助 苏老头松患症病 浑身动弹不得了 你去帮忙看看 苏家那个丫头 苏妙可 会在英伦大厦楼下等 现在就过去 是 师父 喂 昨我拍了我身手好的人 弟子在英伦大厦 应该就是那你 你 干嘛天啊 你不是很能打吗 我看见了这么多人 你怎么应 蠢的可怜 你现在给我跪下 兴许爷爷我心情好吗 还能放你吗 怎么样 无药可救 还敢嘴硬 我上 能不能不要一次次的挑战我的底线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说我敢不敢杀了你 你说我如果杀了你 整个江城会有人给你报仇吗 我才不会 今天算你走运 滚 没想到林浩天医术出神入患 身手也这么厉害 柳神医到底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妖面 爷爷在前两天忽然昏倒 浑身冰凉没有温度 醒来之后也不能活动身体 剑动症 是 我找遍了整个江城的医生 也束手无措 我能治 你说什么 剑动症可是绝症 我这次来找你 一直想让你帮我爷爷缓解一下 当年的柳神医都对剑动症束手无措 这个林浩天看起来一表堂堂 说起话来 怎么让人觉得这么不靠谱 剑动症 在别人眼里是绝症 但是在我这里 问题不大 嗯 希望如此吧 这个女人 不会以为我在说牛吧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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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 她是我爷爷请来的神医 林浩天 笑话 这个人看起来 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年纪 也会治病 苏妙可就算是病急乱投医 也要找个像样的人来啊 嘶 问题不大 哟 这么说 你能治喽 能治 真是 天高地厚 你连病例都没有看 就在这大放厥诀 苏小姐 您千万不能被她们骗了 她完全在心口开河呀 那这病你能治吗 我 我当然不能 这剑动症可是绝症 治不了这个病 必须走 在苏家靠苏老爷子的病 赚了不少钱吧 你可靠着坑蒙拐骗 骗尸骗合的江湖混子 今天就给你长成见识 日前冬中 竟然真的被她治好 林沈怡 敢问 您这可是事与于真哪 是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可这是胆大包天啊 你竟然敢偷天一宗宗主的宝物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是偷天一宗的人来 要你好看 我保证 您要是争取了天一宗 你会死得很难看 不信你可以试试 试试就试试 等着瞧 没事 跳梁小丑而已 盈盈 您醒了 好多了 这位就是 林浩天吧 是我 苏老爷子 哎呦 果然是 一表人才啊 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高的遗数 以后 你的前途不良啊 当年 我和六十一 把你和妙可 许在一起 今天看来 没有看错 果然是 郎才 女貌啊 爷爷啊 报 叶护法 南江省九江王身患绝症 求天一宗还婚单一枚 九江王 哼 当年与我天一宗处处作对 现在还有脸来要还婚单 去告诉他 天一宗要他自生自灭 是 是 借过叶护法 小人 有一要紧事情先给你了 说 属下在苏家 给苏老爷子治病的时候 发现有一小小 偷了天一宗的镇冬之宝 谁也知道 什么 还有这事 那人现在在哪 还在苏家 不过此时 怕谁已经躲起来了 天一卫 在 戴上所有的天一卫 把苏家给我围了 把偷天一宗沈玉珍的人 绝地三尺 也要给我挖出来 是 你可知那人姓名 好像 是叫连浩天 什么 对 就是叫连浩天 这 糊涂东西 有眼无珠 连我天一宗少主 你都不认识 他就是一个矛头小子 偷了天一宗的镇冬之宝沈玉珍 冒充少主的 他怎么可能 你敢污蔑我们天一宗少主 来人 把他给我拖进地下室 有事 又我饶命啊 取消一切针对苏家的行动 是 差点让一个跳梁小丑 在少主面前丢人 只是没想到 宗主竟然让少主出山了 难道江城要有大事发生 快 再去找几个机灵点的人 一会跟我去苏家 见见少主 是 自从爷爷生病以后 苏氏集团就已经不善遭到肯定了 苏爷爷的病已经好了 苏氏集团应该也没事了 你就放心吧 你跟阿天 谢谢你 自从知道你是我的老师 我就一直期待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臭丫头 你死哪儿去了 快点来公司 苏家二爷要见见你 你还不回来 爸 那个宋清风都五十岁了 我都说了我不要嫁给他 你怎么私自替我做主啊 你懂什么 这次苏氏集团危机 只有苏二爷能救 你不嫁给他 谁来救苏氏集团 你我本来十年前就有婚约 你爸现在竟然让你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岂有此理 袁浩天 你能拖拖一下我娘和我娘吗 你我本来就有婚约 也好 你带我去苏氏集团 我带我看一看 这个苏二爷 到底是个什么大人 真是没想到 苏家的小姐苏妙可 竟然是少主的四位未婚妻之一 走 跟我一起去苏氏集团 大人 不当少主了吗 不必等了 少主已经带人杀的未婚妻 去了苏氏集团 快准备一份聘礼 随我一起去见见周围未婚妻 上 爸 你想把我嫁出去 自己继承苏氏集团的想法 恐怕要落空了 我有男朋友 就是他 李浩天 苏妙可 你可考虑清楚 别担心 你还要避免贵 二爺请回吧 结婚的事讲究你情我愿 常有的瓜不甜 妙诚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他可是宋家二爷 这林浩天就是个穷光蛋吧 宋二爷为了你 专门来苏氏机房提亲 你倒好 捡个野男人回来 比宋二爷难堪 好啊你个苏妙子 你们苏家在江城不过是二女家 我亲自来向你提亲是给你命的 你竟然敢赶我走 你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苏家破产 信不信 我也能马上让你就离开这儿 也不瞧瞧你这身板 都是半截身子快入土的人了 你的儿子可能比妙可都要大了 我劝你啊别瞎闹了 带着你的聘礼滚出苏氏集团 我宋家在江城就是地下皇帝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能让你们所有人消失 哼 我是田一宗底下养的一条狗 田一宗要我要谁 我们就要谁 有吧 您就是拖一口拖 我宋某人 也觉得那是香的 有吧 您要什么事 静谎之言啊 宋庆凤 苏小姐是我们田一宗少主的女人 怎么 少主的女人 你也敢抢 这这这不不不敢 这 是 啊 我宋某人 一手都还轻鲜无法 说嘴 说嘴 还会滚 是是是 慢 我刚才是怎么说的 我说让你滚着离开这儿 你 你弄着干嘛 赵凤 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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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少主还是不想帮助身份 银二位定是苏小姐的父母吧 在下叶凌双 天一宗的护房 快 把聘礼拿上来 这些是我们田一宗的 少主的聘礼 希望苏小姐和我们少主 早日修成这么多 叶凌双 你马屁拍腿上来 也不怕是吧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 天一宗少主 我都会公布随她 女浩天 所以很抱歉 还是请您收回聘礼 难道少主还未将自己的身份 告诉苏小姐 那这 嗯 嗯 没事没事 苏小姐高兴就好 那我先告退 走走走走 打扰了打扰了 苏妙可 我看你是糊涂了 你竟然敢拒绝天一宗少主的求婚 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 不需要你一个被爷爷逐出苏家的人多嘴 苏妙可 你居然这样说你爸 你闭嘴 要不是我妈重病去世 哪有一个小三尚未的机会 你有什么资格指示我 苏氏集团的事 你们都别想插手 没有我 你能挽救苏氏集团吗 还有那个野男人 扔了头哪来敢滚蛋啊 我劝你说话放干净点 不然容易惹火上身 松开我 快快让她松开我 到现在了还执迷不悟 爷爷果然没有说错 尽亏没把苏氏集团交给你 哈哈哈 谢谢你啊 你好甜 多亏你啊 好了 谢谢我这种话 你都说了多少秒 对了 之前我爷爷留的本书 你应该知道在哪儿吧 在爷爷那里 怎么了 里面有对我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如果你觉得着急的话 你们现在回去去 嗯 当年你爷爷把它交给我的时候 说这里面的东西啊 对你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就一直把它保存着 今天我把它交给你 希望你能和我们妙客成婚 苏爷爷您先别急 我想先看看新的内容 这 好甜 很欣慰你能拿到这封昆书 这是一枚龙王戒指 你可以凭借这枚戒指 去瑞士银行兑换五百亿资金 好甜 很欣慰你能拿到这封昆书 这是一枚龙王戒指 你可以凭借这枚戒指 去瑞士银行兑换五百亿资金 这是我们留给你的礼物 最后很抱歉 我和你爸爸 无法除去金钱之外的任何帮助 请原谅我们 苏爷爷 我想先去拿回 我父母给我留下的东西 嗯 好去吧 去吧 告辞 她的邪途已经暂时被我控制住了 下一次发作 是在三天之后 三天之后 你们记得带上昏书过来找我 如果没有昏书的话 可别怪我 冷血无情了 林浩天 你怎么会有这么狠的心 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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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咳咳唸 虽咳咳咳只可以系适 的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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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Jugend 江氏银行不接受十万以下的项目 五百亿 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先生 请您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五百亿 您确定您要提取的金额是五百个亿吗 是 确实是五百亿 那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 我来到张熙 哼 果然是骗子 对不起啊先生 如果您没有预约的话 您这么大资金的项目是我们无法办理 请您出去吧 等等 我虽然没有预约 但是 我有戒指 笑话 什么戒指能价值五百个亿 这位先生 请您马上离开 这 这是 龙王戒指 没想到江湖丢失了近二十年的龙王戒指 竟然在一个这么不起眼的人身上 差点超大 对不起先生 请恕我刚才的无礼 我现在 马上去给您准备五百亿的资金 这样 您先到我们的办公室稍作休息 好 九阴寒毒已经开始汇聚 难道 这次我真的要死了吗 姐 要不你暂时委屈一下 咱们 下生命煮成熟饭 等你的九阴寒毒 被他的春阳之力所破除了 到时候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 忘了他不就行了 既然你已经想好了 那就定在今晚 我这就去找他 尊贵的龙王阁下 您的五百亿资金已经分批汇入到您的账户了 这是您的戒指 请收好 谢谢 既然您识的他 能给我讲讲他的故事吗 我只记得二十年前的江城 有一天晚上忽然发生了巨变 各方大人物死的死亡的亡 还有一些人选择了隐退 再然后 恕我不能 我实在不清楚了 好 谢谢 喂 林浩天 是我 林浩天 不信 不知楚先生这次找我来 作为何事 林浩天 我与你师父年轻时候乃至交好友 他告诉过我 当你来找我的时候 就把婚书给你 可是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倒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婚书在这 你好好看看 好 好 好 箱子吗 在这儿 哎呀 哎呀 其实林浩天看起来蛮不错的 比起那些花拳 袖腿 细胳膊细腿的 看起来好多了 我还挺羡慕你的 哎呀 你还说 哎呀 好了 姐 我知道你不会记自己的名字 你放心好了 今天晚上的事情我谁也不会说的 看你今天打扮这么好看 这是便宜聊天的小子 这是龙神殿虎服 你怎么认识这个东西 你 你给我下的什么药 李小子 普通的药 对你没什么作用 这是你爷爷当年留给我的暖香伞 说是可以在你大婚之夜使用 我也是为了燕燃的病 你也不知道 初中天 初中 讓她保证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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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出家,为了达到目的,可真是不择手段,不过,今天,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姐,你身体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趁零号天也太快了吧,虽然说男人第一次都很快,但是,这三分钟不到就结束了。 她没碰我。 什么? 她凭什么看不上我?我都已经这样了,她还想让我怎么样? 姐。 小老爷子,很失望吧?明明你拿出婚书,我就可以救她。你为什么还是要多次一举?说,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放开,放开我就说了。 虎符,龙神殿虎符。 虎符? 这龙神殿虎符乃是一道兵符。拥有它,就拥有了整个龙神殿。 在二十年前,龙神殿乃当之无愧的霸主。黑北两道,没有一个不怕他的。 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掌控着人们的生命。 可以说,龙神殿店店主,就相当于一个真正的土皇帝。龙神殿虎符一出,就能号令十万龙神位。莫敢不从啊。 继续说。 整个天底下,只有两样东西,能代表龙神殿店店主的地位。 其一,就是失踪二十年的龙王戒子。 再一个,就是那龙神殿虎符。 所以我…… 好你个楚仲天。 你也不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 玉带皇冠必成其重的道理,你不懂吗? 你这几十年,我的真的跟狗一样。 你也不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 楚嫣然下次发病时再找我吧。 不然,我可没这么多时间陪你们在这闹。 爷爷,刘浩天人呢? 走啦,林浩天这个高质,我们楚家,是攀不上啦。 这是龙王戒指? 龙神殿? 难道,我曾经跟那个龙神殿关了? 你回答呢,你找人? 不要来,你不有避免的事情。 她是想要是从你baonbobd,行吗?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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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谁让你乱碰的。 出了事情你担当得起吗? 她晕倒了,你没有看到吗? 我长着眼睛,不用提醒。 让开! 我要把她赶出去。 万一死在了这儿, 对你们咖啡厅影响不好 见识不就 你的良心为了狗吗 从今天起 最佳咖啡厅被我收购 而你被开除了 这咖啡厅价值五百万 您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女人 你买得起吗 我出一千万 一千万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一千万 好大的口气 别妄嗦 小心我以后对你不客气 你敢吓唬我 你知道我是谁的人吗 我可是天龙会的人 作为一条狗 如果你觉得你受委屈了 你可以叫你的主人过来帮你 但是我现在要给人看病 你最后给我安静点 很好 你们真不把天龙会的人放在眼里 一会儿天龙会的人来了 你们可别后悔 迟早死于话多 你 你敢打我 沈玉珍不能在这儿用 你们谁手里有言真 我这儿有 可是小兄弟 你有把握吗 放心吧 我有把握 entrepreneur 要 records 你来 你们呀 怎么样了 我这是 你先起来吧 姑娘 没事了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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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这位先生的应酰 应该的 不止小生年这么高明的衣服 是在哪里学的 我只有跟师傅学医术 没事了 我先走了 小姐 你那位朋友有救了 什么意思啊 刚刚那位小兄弟所使的乃是 阴阳造化针法 这针法能致任何绝症 我总觉得他有点熟悉 走 我们跟过去看看 这 大乐人还想跑 我听龙会的人已经到了 我倒要看看 你还会不会像刚才那样硬气 敢在我天龙会的地盘上撒野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我上 小姐 他跟天龙会的人起冲突了 我们帮帮 先别急 他自己应该能解决 碰到你这样的操影还真是怎么看 打电话 把天龙会所有的人全部交往来 我一并解决了 你好大的口气 这龙神殿的虎服怎么在他身上 怎么了 孙叔叔 小姐有所不知 现在熊霸整个江湖的天龙会 其实是二十年前龙神殿的一分支 天龙会的会长林天雷 当年杀了龙神殿店主叛逃之后 便成立了天龙会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寻找虎服 企图利用虎服一统龙神殿 这么说的话 现在虎服在他手上 那天龙会的人岂不是要不择手段的对付他 是啊 宋叔叔 如果这个林浩天真的能治好彤彤的病 那我们一定要不细节带大家保护好他 是 苏妙可 我的小美人 你们苏氏集团欠我们宋家的一百亿贷款 什么时候还啊 你 你 对了 我之前跟你父亲说了 要是实在缓不上 用你的身体低压 也是可以的 少主 宋玉清带领一大批人闯进苏家 苏小姐出事了 什么 叶凌双 带人给我围住苏家 还有 把宋清风给我留着 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今天算你走运 给我滚 妙可 我们苏氏集团 什么时候有一百亿的贷款啊 我 苏老爷呢 你可能不知道 在你生病的时候 你亲亲的宝贝儿子苏莫言 把苏氏集团的股票 低价抛售套宿 是不是这样 他为人下套啊 这个臭小 我已经将他逐出了苏氏家门 他打来的这个权利呢 对 你是把他逐出了 但是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松了他的亲身自己 你说是不是呀 啊 我在想 你 嘿 你放开我 林浩天真没说错 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 还这么不要脸 还这么不要脸 你个贱人 我宋京王能看上你是你的武器 还敢拒绝我 你不就是 因为有天一宗的人给你抄腰吗 我现在也是天龙会的人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看到底是天一宗厉害 还是我们天龙会更胜一筹 老爷子 打住他 你干什么 你说 你前一阵 酒瓶颤身 哼 苦不堪言啊 为了让你缓解疼痛 我们天龙会的会长林天蕾 特意找人炼制了这个 断魂伞 只要你把它服用下去 付出三分钟 就能让你长春堵烂 从此 再也不会伴随着病痛的痛苦了 啊 哈哈哈哈 宋京哥 将会做得高一大 闭嘴 老爷子 我们天龙会收到消息 失踪了二十年的龙王剑 在你手上 你说是不是 什么戒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还不交代 那就别怪我心狠熟了 放开 你放开 爷爷 你放开 爷爷 你 是 你 臭手子 怎么知道一会儿再说 要好好 老东西 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尝尝这断魂伞的滋味 是 不是 是 老板 老板 放开爷爷 张嘴 宋秦峰 你千万一个的断魂伞 那可真是好大的手笔 哈哈哈哈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宋妙可不知道哪找的影 你竟然敢打我 啊 你竟然敢打我 打你 你的生死都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打你 我还要让你生不若死 这个小子 你不知道天高地后 你说这句话 都什么都不信 不信 是 哈哈 还敢大言不惨 啊 就平静 一个不知道哪儿捡来的野小子 你信不信 我一会让你们一个个 全都八十抽筋 宋妙可小姐 你 厌务法 你怎么来了 宋清风 我上次就告诉过你 苏妙可小姐 是我们天一宗少主的女人 你为什么不听 你这是 故意在挑衅我们天一宗 好啊 真好 人多欺负人少 是吧 你们 好 你们等着 我一会儿 一个一个 要给你们全还回来 叶劉双 我叫你一声夜护法 你别太嚣张 你是天一宗的人 我现在也是天龙会的人 在我们天龙会面前 你天一宗算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赌一赌 看看天龙会 会不会因为你这个蠢货 惹上天一宗这个敌人 这 这 我才不会吧 浩天 刚他用毒药逼废爷爷 说出罗王戒指下落 爷爷不肯 他又把毒药往爷爷嘴里塞 什么 宋清风 你是当真不想活了呀 是 宋清风 这断魂散的药效怎么样 你最清楚不过了 拖出三分钟 你的五脏六腑都将溃赖而死 神医生 你 只救我 救你 不好意思 神医珍只救好人 我 我是 我是 救我 救我 刚才是谁要说 要把我扒皮抽筋的 叶灵双 他算好人吗 算 刚刚我说你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 你说狗都不信 现在信了 不够诚意 看来你还不喘 说吧 天龙会的人找龙王戒指做什么 天 天龙会会长 林天雷 是当年龙神殿战堂堂主 是曾经的龙神殿天主 李星的样子 什么 二十年前 林天雷带领着龙神殿的战堂 全部叛逃 成立了天龙会 又以义子的名义 红篇好不知情的林霄前来赴红门宴 林霄来了以后 他又抓住了林霄的棋子 一逼林霄囚犯 最后将林霄和他棋子 受尽折磨而死 继续说 龙神殿去龙武手之后 被天龙会出户击破 死死 躺躺 在与天龙会 即行两个月的斗争之后 龙神殿基本上 江城去奔殿名村死亡 然后呢 剩余的龙神殿部中 躲在了郊区 等待 那龙神殿的少处 这一等就是二十件 现在 林天雷 想要找到 龙神殿的两大新物 狙击 龙神殿的部署 彻底掌控将军 林天雷 不把你随时万段 我身不为人 叶灵霜 在 将苏爷爷和苏小姐安排和住处 随后带领所有人 跟我去添一座 是 林天雷 不把你随时万段 我身不为人 难道 他就是龙神殿的少处 拜见少处 叶灵霜 在 拿着这枚龙神殿护符 我要你把我是林霄之子 龙神殿太子的身份散布出去 我林浩天 要让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 二十年前的龙神殿回来了 少主 这 属下明白 还有 顺便收拢所有龙神殿残余部署 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挖出 天龙会所有人的隐藏地点 我要带着他们 守刃这群叛徒 田一宗弟子 在 我要你们利用手中能利用的一切 打击天龙会在江城的产业 我要让林天雷 亲眼看着自己经营的产业 一个个的消失 是 所有人 听令 遗伤号令 致死方休 是 林天雷 我父亲好生赵文艺 你却狼心耿飞恩将筹网 根本就不配为人 嘿嘿嘿 小心干儿 到了家 别忘了跟我说一声 哎呀 你这 我这 怎么了 我这去苏家寻找那头王剑的时候 你辛辛苦苦寻找二十年的龙神殿殿主 然后给碰见 谁 就是那个叫林浩天的小子 哎呀 林浩天 哎呀 我给他 你先走 我先走 哎呀 我估计啊 那个护肤和戒指就在那小子身上 所以他才这么有十五口 而且 哎 他和那个天一宗好像有点关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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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子终于出现了 哎 我还以为这个缩头乌龟要躲一辈子了 哎 会上 你说 咱要不要趁着他把这个龙神殿的余孽还没有聚拢的时候 给他来个阴的 让他永无法认知 嗯 好好主意啊 嘿 你这小子终于又出去了 有我的缝儿了 嘿 都是灰点儿交的啊 哎 太好了 待会儿我要让你一世还血 一家还余 去 给我召集天龙会所有兄弟 我要把龙神殿的唯一血脉给铲除掉 让他们一下人早日在地下团聚 会长英明 好大的口气 宋清风 没想到刚才饶你一命 你现在又在找死了 是不是 又怀念刚才的感觉了 我不怕 我不怕 我也会长了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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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别太嚣张你 你 这么快就找到了 没什么 啊 英雄 别打了 别打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英雄 还不滚 啊 我 我这就 我 我麻烈的 不 你死了 你死了 拜拜 林天雷 我们的账 还算是 林叔叔啊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神医 他使用了一种叫 阴阳造化针的针法 这针法听说只有天一宗宗主的独门绝技 我们如果找到他 那彤彤的兵就有救了 太好了 哈哈 谢谢你啊 彤彤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是太幸运了 你叔叔客气了 我与彤彤从小一块长大 他现在病成这样我也不忍心 不过叔叔放心 只要我们找到那名神医 彤彤兵就有救了 唉 我年轻的时候啊 只顾着赚钱 这现在赚了几千个亿 又有什么用呢 到头来 还不是耽搁了彤彤 唉 只要有人能治好同头 我李家 一定竭尽全力的报答他 小姐 那位神医已经找到了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目前在天龙会会长 林天雷的家里 双方好像发生了矛盾 天龙会 看来是我把天龙会 放任不管太久了 既然 连我要找的神医都敢扔 孙先生 你先待在这儿 保护好彤彤 哈哈 走 我倒要看看 一个小小的天龙会 能翻起多大的浪花 好的 李叔叔 走 林后天 我不找你 你反过来找我们来了 急着送死 也不用这么感叹 连天雷 到底是什么 给你这么足的底气 就因为这是你的地盘吗 嘿嘿 你猜对了 我在这别墅里 安排了三百个人手 我敢打赌 待会儿啊 你会死的很惨 好啊 我就给你打这个赌 我赌你喊破喉咙也叫我来这三百个人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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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笑话 笑话 来人 来人哪 你 你 你把他们怎么了 没什么 他们有些困了 我只是让他们小睡了一会儿 你们 你们 你们还是人吗 那可是 三百条人命啊 你不要着急 我真的没有动他们 只是让他们想睡了一会儿 而且 你好像有点分不清楚形势 我来帮你清醒一下 你别太得意 你敢动我 我们天龙会的人 会铲凭你怎么个输家 你 你连今天都活不过 还想铲凭苏家 你是指望天龙会那帮乌合之中 帮你报仇吗 大白天的 别做梦了 李浩天 你放过我 我们天龙会在整个江城 有四万个兄弟 遍布各个行业 江城所有的酒吧 夜店 客地位商场 都在我们手里 一年利润 是几十个亿呀 只要你放过我 我愿意 分给你一半 怎么样 放过你 如果你我身份互换 你会放过我吗 还记得当年我父亲是怎么被你害死的吗 他一遍又一遍地被你折磨 最终惨死 这些仇恨 这些年 一直埋在我的心里 我一刻也不敢忘 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 你现在让我放了你 怪我都怪我 都怪我一时鬼迷心窍啊 当时做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李浩天哪 你一定要给我个机会啊 我会把我身上所有东西我都给你 你一定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去报答 以赴对我的恩情啊 以赴 你不配 小人就是小人 到处都藏着险恶的东西 李浩天 这些年来 我建立了天龙商会 你要不想 让你的苏氏集团遭受打击的话 不想让你那老乡好破产的话 你最好别动啊 林天蕾 看来真是我们李家把你养太肥了 敢对林生一这么说话 你不是 李浩天 虽然你不认识我 但是我认识你啊 没想到我一直苦苦找寻的 竟然都是你 李叔叔 这是谁啊 哈哈 难道你忘了吗 我们家老爷子 当年为你和童童 同时定下四门婚约 让一个男子在四门婚约当中 挑选其中一位女子 这位男子 便是这位林浩天 林生一样 哦 这原来是李叔叔 哎呀 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有本事 早知道是你的话 我就不用这么辛辛苦苦的再找人了 就是说之前看见我眼熟 原来你就是林浩天呀 你好 我叫孙孟涵 你的四位婚纪第一 无够灵体 又无够灵体的女人在身边 修行速度会事半功倍 师父啊 你替我找的这四位婚纪 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 孙小姐您说笑了 我的四位婚纪都是我父亲 你师父替我挑选的 我可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想法 师父呀师父 你害惨你徒弟吗 你师父遇到什么事了 那个林天蕾怎么责罪你啊 需不需要我们三家出手相助 我与他有一些私人 什么案件 如果只是一些小事的话 教训就要是你得了呗 哎 看看 不能无礼 林浩天的父亲在二十年前 好像是被林天蕾给残杀了 所以他们之间是血海甚沉 李叔叔 抱歉耽搁你一会儿时间了 我需要处理一下私人的事情 哎 不必这么麻烦 那天蕾会在其他人眼里 可能是庞然大物 但是在我李延江眼里 他就像是一只蚂蚁 我想捏死他 就捏死他 林天蕾 我看你是活腻了 连临时意都放在眼里 李总 我不知道你认识林浩天哪 我要是知道 你积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哪 不要跟我说话 你既然敢得罪他 就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刘秘书 我现在命令你 马上中断掉与天龙商会的所有合作 可是老板 我们与天龙商会合作的项目 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如果中途中断掉与他们的合作 我们将会损失到九十个亿 区区九十个亿 对于我们李家来说只是伤惊动苦 但是对于天龙商会来说 那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另外 通知李家其他所有人 现在立即低价抛售天龙商会的所有股票 我要让天龙商会现在破产 是 李总 我求求你了 李总啊 我求求你高抬贵手啊 现在只得后悔了 完了 李叔叔 我们孙家正好与天龙商会谈了一份五十亿的合作 既然这样 我现在回去立马让人中断与林天雷的合作 好好好 算了 此事就不用二位大菲州长了 李叔叔 还有孙小琴 林天雷我自己会收拾的 不用你们都费心了 哎 不费心 让堂堂天下第一的神医 去对付一个小小的天龙商会 这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吧 好天 你放心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区区一个天龙商会 一定让他们永世翻不了身 好的 李叔叔 那我现在就去办 好 李叔叔 你这次突然过来找我 是因为 是这样的 好天 我女儿得了绝症 浑身无力 肌肉萎缩 据说是得了传说中的见动症 我听说你的艺术高明 我这专程打听到你 我来邀请你 看能不能帮我女儿看看 见动症 按常理说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是不可能得这种疾病的 此事一定有蹊跷 是啊 你能帮她看看吧 她前几日突然晕倒 醒来之后 就浑身无力 现在只能躺在床上 靠药物为止身 李叔叔 我当然能帮您看看 不过在此之前 您能不能答应我 帮我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师父曾经告诉过我 与我有婚约的四个女子身上 都有一封婚书 而婚书里面的消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我帮彤彤治好了病 你能不能帮我找到那四封婚书 当然没问题 不过 你除了对婚书 好像对婚约本身 并不上心 难道 你已经有心上人了 叶灵双 在 将这个垃圾给我带走 等我拿到婚书之后 再解决它 是 走 浩天 刚才这是 叶护法 它确实是天一宗的叶护法 李叔叔 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是 想必你也猜到了 我便是现任天一宗的宗主 我从小就跟师父在一起 学习医术 那些婚约 也是当时给我定下的 看来彤彤这次 真的有酒了 好了 李叔叔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走 走 李叔叔 您接着没分享 李总 这位是 这位是我专门请来 给彤彤看病的医生 彤彤的 医生 李总 难道是被人骗了 这男的这么年轻 怎么看得不像这医生 彤彤正在房间治疗呢 老爷子给彤彤请了一位 叫现荣团的主意 据说医术非常高超 那带我们去看吧 李老爷子 彤彤小姐 这是绝症 我也不会 都说您是江城最出色的医生 只要你能治好我孙女的病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他这是绝症 我也只能开点药方 让他缓解一下病情 要想根除 我是无虫下手啊 他不是绝症 李总 这是 是 爸 这位是林医生 是我专门起来给彤彤看病的 别看他年轻 年轻有为 医术高明 并且与彤彤还有些渊源的 渊源 年轻人 你是哪家医院的 想必刚刚持席吧 虽然言论自由 但也不能胡乱说 这病可不好治 你要是胡说 耽搁了你的前程不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病吗 从表面上看 这就是见动症 看来还懂一点 既然你知道这是见动症 那你也均做 这是绝症 不管是中医西医 都无法治的 别着急 我话还没说完呢 小子你枉我呢 我告诉你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 我劝你在我耐心消耗之前 说清楚 不然 不然怎么 要动手打人呢 要打断他的双腿啊 谢永鹏 别看着老爷子喜欢你 就在这仗势欺人 我告诉你 林医生可是我请来的神医 可是我的朋友 哼 李兄弟 实在不好意思 李叔叔不用生气 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景体直蛙 他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这种事情 我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 从表面上看 他虽然是见动症 但是 见动症多发于四十到五岁的男性身上 可是他正直斗寇年华 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 我告诉你们 秦时他得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 叫做兵姬症 啊 兵姬症 一派胡言 老夫行医 四十余载 他没听说过什么兵姬症 你在这儿胡言乱语 妖言活重 简直丢见了医生的脸面 李叔叔 嗯 紧看面相的话 我还无法十分确定 我能替彤彤小姐把一下卖吗 可以 我请你来 就是为了治好它 这样能够治好它 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 李总 你可别让他给骗了 他这种人 到时候 小姐的病可能治不好 反而会加入他的死亡 无碍 你先看看他怎么说 我相信他 哼 天一宗宗主的土地 怎么可能是容易 我看这个谢荣恒 是骗老爷子骗习惯了 真疼其他的都不着脑子 老爷子 这鲜男人等怎么能随便进来 我建议把他赶出去 不然 打扰到我 倒不算什么 你耽耽了小姐的病情可就麻烦了 赶出去 他可是我请来给唐总治病 把他赶出去 先逼你来这儿 这 老谢 他毕竟是我儿子请来的 我相信他 要不 你先等等 你相信他 就这毛头小子 顶多也就二十五岁上下 就不像是个会一道的人 老谢 人不可貌相 你还是先等等吧 我就是相信天上雕像饼 也会相信这毛头小子会治病 你要等 那就等吧 敢问这位彤彤小姐 是否是刚过二十五岁生日 荒谬 让你把下卖 你就知道他是刚过完生日 再让你摸下额头 岂不是还能算得出 他是几年几月生的 哼 李总 我看 他这个团队就是个江湖骗子 没错 你说的对 彤彤的确刚过完二十五岁生日 可能啊 请问 这病可是在生日当天发作 当地晕倒 而且全身病了 那么你说 这病能治吗 能治 胡闹 难道你怀疑全世界医生的能力吗 我再跟你说一遍 见动症根本不可能治愈 你不信 不信 那就睁大这个眼睛考考看看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也不知道你看没看过病 就在这里大放学词 李总 你可千万别信他呀 他这是心口开河 这见动症在医学史上根本就没有真日过的先例 你可千万别被这小子给欠了呀 我说过 这不是见动症 那你说这是什么 想不出了吧 就知道你在这胡编乱造 我告诉你 在我这儿你别想用你那三脚猫的衣服蒙混过关 我劝你现在就放弃 现在就滚出去 我还能给你留点颜面 这确实不是见动症 只是这个病非常罕见 能出现在彤彤小姐的身上 我也非常意外 那你说说 这到底是什么病 最好别拿冰激症这个名称来糊弄我 这个病的真名叫冰霜全体 如果一个人二十五岁之前还是数字之身的话 那么这个病就会在二十五岁当天发作 使冰霜封住心脉 让人窒息而忘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因为这个东西 已经远远超出了你能理解的范畴 所以我才说得那么浅显 编出了冰激症的名字 冰霜全体 天生的双修体质 师傅 你可真是送了我一份大礼呀 小哥 你编也编得现实一点 你现在这说法 什么人能相信 完全是胡说八道 那你能说说 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吗 现在凝聚了一团新火 只需要将这团新火 设法引出体内 李小姐的身体自然会安忍无恙 新火 你刚才到底把没把脉 病人的身体 明明寒冷如冰 鞋火进入了体内之后 就会迫使鞋寒向体外走 寒气凝聚于外表 才会出现身体冰冷的情况 你不懂的话 闭上 那你说 团团小姐为何有昏迷 古人常说 下不作目 东不作诗 春午秋冻 人命自知 自古寒热不两立 一寒一热 李小姐只是普通人的身子 自然会承受不住 也就会昏迷了 这么说 你真能治吗 当然 李总 你怎么能让这小子发言巧语给骗了呢 那你能治 你不能就闭嘴 让他试试 我相信他 小子 既然说你能治 那我就让你试试 可你要是不懂庄董 就算你本手辣 我李家在江城这么多年 从来可没持过分野 不管是什么人敢占我的便宜 我绝不会犯过他 你可千万不要骗我呀 我自然不是你 你可千万不要骗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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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信 信 我当然信 你可是大神医呀 小子 我告诉你 我在李家 当私人医生也有七八年了 经过几年的相处 我一直把童童当晚辈看待 你要是敢让他出事 我饶不了你 好吧 一个江湖骗子 骗着骗着都骗出感情来 你把人家当完备 你够资格了 你够资格了 好了 这就好了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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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涛 咱们回事 他的邪火被我驱了出来 寒气正在回流 过不了多久 身体就会好 哼 我看你是胡言乱语 怕是刚刚打破了 头头小姐的身体平衡 让病情严重了 李老爷子 你看 现在出事了吧 混账 来人哪 带到地下室 把这小子给我关起来 不可能啊 好歹也是天一宗少主 医术怎么会如此不堪 等等 爸 不论如何 彤彤现在是醒了 总归是好事 你先离开这个房间 彤彤要是真的出了事 我待会儿再给你算账 彤彤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爸 爷爷 我只是睡了多久啊 三天 彤彤你已经昏迷三天了 现在终于醒了 你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我感觉 我感觉身体好冷 好冷 唉 都是爸爸害了你 病急乱投医 让你受苦了 彤彤 彤彤 唉 我还人不浅啊 来人哪 把这小子给我困起来 待会儿我让他生不如死 李主 我这就出去绑住他 这小子啊 我留他不得 爸 这是因为我看的病啊 我脱了一口血之后 感觉好多了 真的 嗯 我刚刚感觉身上特别冷 可是脱了一口血之后 我现在身上暖暖的 爸 我好饿啊 饿就对了 彤彤 爷爷这就让人去给你做好吃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就是个骗子 我早就跟你说过 彤彤小姐的病不好治 你非要逞牢 现在 反倒好病情加重了 我看你到时候如何收场 我都说了打你本机少年了 狡辩 彤彤小姐都出血了 出血而已 说明他的协毒已经彻底清除了 待会就自行回复 你 还在嘴上 我看你到时候如何收场 像这种佣衣 不给你打教训 下次不知道还要骗多少人 不许对林生姨无礼 李老爷 你这是 林生姨 让你收尽了 都怪我一帽星期 刚才插两个问题的问题 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多多原谅啊 毕竟刚才 你爷爷的心思全在小姐身上 也不知道 李小姐现在身体如何了 好多了 好多了 现在不仅醒了 而且还没有任何的不适 那就好 这怎么可能 李老爷子耍言当真 是真是假 进去看看便知 林先生 您也一起去瞧瞧 请 请 林生姨请 这是李小姐的房间 还是李爷爷也先请进吧 好 请 脉相平稳 体温也恢复正常人的体温 他是怎么做到的 彤彤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看好你病的林生姨 也是跟你有着婚约的未婚夫 谢谢林生姨 李小姐不用客气 只要您现在身体安然无恙就好 林生姨啊 这位就是天一宗的谢荣鹏 艺术也是很不错的 帮我解决了很多难题啊 你们要是有机会的话 私下也可以多交流交流 在下天一宗谢荣鹏 不知道林生姨出师于哪门哪派 天一宗的 我自幼便跟着我师父在山上学习艺术 但是一名无名小卒 无门无牌 哼 我就知道 刚刚你定是用了歪门邪道 不然 彤彤小姐 怎么能恢复的这么快 我虽说无门无牌 但是也并非谢神姨口中所说的歪门邪道 谢神姨要是不信的话 咱们可以再比上你们 比 比什么 哈哈哈哈 不然是少年出英雄啊 林生姨看上去年纪轻轻 但是比起你们天一宗的神姨来说呀 技术也是丝毫不差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来咱们坐下说 请 爸 您可能还不知道吧 林浩天的师父正是天一宗宗主 那医术自然不差 什么 宗主 你的意思是 林生姨便是现在天一宗的少主 正是 我而所言当真 我师父十几年前游历天下之时 便创立了天一宗 只不过 自从他退隐之后 就再也没有过问过门派的事情 现在天一宗的所有事情 全权由我打理 只不过 我想问一下 这位谢神 我怎么从来没有在门派里面见过您呢 你当然没见过我 因为 你本来就是冒充的 李总 你可千万别被你这小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 我天一宗开宗立派十几年 宗主早已隐退消失 根本没有徒弟 他随便背着身份 除了冒充 他 骗得了你 可骗不了我 哼 我看你才是冒充的 那你是在怪我 厌言不清吗 李总恕罪 天一宗少主 可是要继承天一宗宗主之位的人 绝不是一个毛头小子 随便编个谎言 就能冒充的了 我劝你还是最好识相点 天一宗少主的名头 不是谁都能自己得住的 你就不怕我 天一宗九千名弟子 联合主杀你吗 主杀我 你好大的口气 你信不信 就算把天一宗所有人都触动 他们也不敢同意这个好不好 狂妄 天一宗好久没遇到这么狂妄的人了 谢神医别着急啊 零星医对天一宗并没有恶意 再说 万一 零星医真是传说中的天一宗少主呢 这毛头小子是天一宗的少主 他要是个少姑 我就把这桌子吞了 哈哈哈哈 好 一言为定 我刚好认识天一宗的夜护法 我这就打得好叫他过来 让他来变个真假 嗯 敢在真正的天一宗少主面前弄虚作假 谢神医 你骗的了老爷子 骗的了我 今天你死定了 这 李老爷子 谢某突然想起 自己还有些紧要的事情被我处理 恳请老爷子 让我回去处理完再回来 哼 谢神医 走得这么着急 你还不会是胖子 你少污蔑人 李浩天 你还真想跟我逼个鱼死我破 你 鱼死我破 谢神医 就凭你 也想跟我鱼死我破 我要真想弄死你 根本不会摧毁之力 李总 你看了没 这小子到现在还在吹牛 你别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 把他赶快赶出去 这 爷爷 我看他确实不像是骗子 童总小姐 你可别被这小子的表象可迷惑 我敢向你打赌 他绝对不是天一宗少主 谢神医为何如此信誓旦旦 我之所以如此自信 因为我知道天一宗少主有两样东西 哪两样东西 这个第一样便是天一宗失传已久 并且是天一宗宗主的独门绝戏 阴阴阳造化真法 阴阳造化真法 在天一宗的记载中 这阴阳造化真法乃宗主学学 真法玄傲无比 能让人起死回生 只要掌握这真法 便可生死人肉白骨 逆天而行 从阎王那里夺生机 那第二样呢 第二样 便是天一宗的镇宗之宝 神域针 难道就是传说中 可借鬼神之阴阳 能夺妖魔之造化 让将死之人续命 以死之人复生的神域针 真是 这两样东西 要是出现在江城 那整个江城 必将掀起兴风雪雨 李老爷子 现在你相信了吗 这两样东西 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 毛头小子身上 李老天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 你怎么就那么断定 我没有这两样东西 哼 死到临头还狡辩 这两样东西 任何一样出现在江城 都会引起无数人养 怎么可能在你一个毛头小子身上 让我看看是谁吃了熊心包子的 敢冒充我天一宗的人 冒充天一宗少主的人就在这里 小子 我冒充的只是一个弟子 最多丑罚一下赶我走 而你冒充的可是天一宗少主 跟我于死亡过 真是活意外 叶灵双 拜见少主 起来吧 起来吧 来得正好 这里有一个人 假冒天一宗的身份 招咬撞变 回我天一宗身份 给我抓起来 我要亲自盘问他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要看清楚 这个人 绝对不可能是天一宗的上主 他确实是天一宗上主 这怎么可能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妖术迷惑了他们 他就终于骗不了我 你可知道冒充天一宗少主 到底是什么下场 叶护法 你说他是天一宗少主 死化当真 叶猛之言 千真婉却 叶灵双 你可知道 证明天一宗少主 有两样东西 阴阳造化真法 跟神玉真 你告诉我 他有哪一样 他一样都没有 你怎么能让他给骗了呢 神玉真确实在少主手上 难道非要我拿出来给你看看 你才敢善罢甘休 神玉真 哈哈哈哈 叶护法 你一个小小的护法 怎么可能认得 神玉真的样子 你一定是被他给骗了 林浩天 你可敢 把神玉真拿出来 让大家看看 是不是真的 呃 你 你 你 本来看在都是医生的份上 我没想着收拾你 但是你得寸进尺 非自己要找死 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了明白 谁 谁 神玉真 林神玉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林神玉 求求你放过我吧 请林神玉 求求你放过我吧 叶玲说 吩咐手下 叫他带草 是 林神玉 我知道错了呀 我知道错了 儿子 这里就交给你了 谢东鹏啊 谢东鹏 你给我等着 看我怎么收拾你 喂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少主 据林天雷交代 他当年只是伤害了叶手术 并没有伤害刘阿姨 只是用了一些手段 让他失忆 所以 刘阿姨还活着 什么 你现在立刻把人回去 记住 用尽所有手段 必须打探到我母亲的所有项目 是 李叔叔 婚约的事情 我只能说什么抱歉了 浩天已经心有所属 不外事 毕竟当初说的时候 就是从他们四个人当中 选出一个来 既然你已心有所属 那就只能说明 韩韩和彤彤没有这个缘分了 对了李叔 那两份婚书 现在还在你手里吗 我怀疑 那两份婚书里面 一定有我母亲的想 我知道 这婚书 对于林兄弟来说 很重要 所以啊 我一直把她保存了起来 我们现在就去拿 啊 对了李叔叔 孙健的那份婚书 应该在韩恩手里 我一会儿就去找她 多谢 林神医 快点打开吧 我也想看看 这里面到底藏的什么东西 浩天 很抱歉 没法陪着你成长 作为一名照顾 附近 我亏欠你的母子太多 心难料 神龙殿因为林天雷的背叛 出现的隐患已经远了越多 偏偏你母亲又在这个时候 被林天雷露成失秘 什么都记不起来 为了她的安全 我让神龙殿的王天龙 经常安排到江城附近的南河村 保护她的安慰 如果有可能 我希望你能带回她 进去之后她生意的毛病 南河村 南河村 喂 少主 林林庄 不用找了 你立刻回来 查一下南河村的位置 和我一起去 南河村 对 谢三 是 李叔叔 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 您帮了我太大的梦 无以为报 你赶快去吧 我也希望你们母子 能够早日团聚 嗯 天龙会 还有天龙商会的事 我帮你解决 好 敢惹林沈 我李氏集团 饶不了她 那我先告辞了 眼灵霜 这个南河村什么来历 少主 南河村没有什么来历 就是郊区边上 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不过听说 快拆迁了 村民和开发商 发生了不少矛盾 拆迁 是 好 分头找我母亲 记住 不要离我太远 是 你眼睛瞎了呀 走路不上眼睛 明明是你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 怎么能怪我头上呢 原来是你这个老东西 老东西 你踢着这么重的东西 刚得一下撞疼我了知道吗 快赔钱 我没钱 我刚发的两千块钱工资 都给你交保护费了 没钱是吧 没事 你们家那拆迁款 不是快下来了 先给我打个欠条 等拆迁款下来了 我那拆迁款总共就五万块钱 我的村里都还没同意 他们不同意 我有的是办法 你今天别跟我磨叽 要么打个欠条 这事就过去了 要么呀 你刚才撞我这一下 可不轻 我得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到时候万一得住院 那可就不止几万块钱了 等 等等 我签了 我签了 签条给你写好了 签字 三万 我这差千块 总共也才五万 你这一下拿走了三万 这不是要我的命呢 这不是还给你留了两万吗 够你奢华的 赶紧签字 这我不能签 当初我们家的那块店 也是我花了十万块钱买的 现在本来就只赔五万 这一下拿走三万 难道我以后怎么活呀 臭婆娘你签不签 我告诉你 你撞到我现在还疼着呢 我没问你要个十万八万的 就不错了 你还能跟我签两个家 你今天要是不签这个字 我让你一分签也拿不着 不是我不签 是你这要求时间太过分了 臭婆娘 给脸不要脸是吧 今天这个钱 你一分钱也别上哪儿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能签 这还有没有天理呢 你会造报应的 天理 老子告诉你 我爹是南河村的村长 我说的话 就是天理 一个没人要的臭婆娘 你跟我丁嘴 你真不知道自己几几两吗 今天你不签是吧 不签走 拿过来 我替你签 让开 欠条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整整三万块钱 到时候你要是还不上 我就叫人来拆了你的破地方 好大的口气 你要拆了谁的地方 你是谁 老子是你舍不起 你不要多管闲事 这臭婆娘欠了我三万块钱 欠条还在我手里呢 是你逼我签的 你把欠条还给我 滚一边去 这欠条上可有你的名字 你别想外账 明明可以扣巧 却非要写个欠条 你可是真懂闺女 关你什么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我爹可是南河村的村长 这南河村是我的地盘 你要是敢动着我 我让你站着进来 躺着出去 我今天就可以杀了你 我看有没有人敢管 你还有没有王法的你 我就是王法 我可怕 你给我等着 我 我现在就到我爹来收拾你 叫你爷爷都没用 我告诉你 我爹可是二十年前 龙神殿的人 有不少出生路死的好兄弟 那时候 你就完了 喂爸 过来救我 阿姨 你还是快走吧 谢谢你今天能站出来帮我 可是他的爹是我们惹不起的 你还是赶紧走 阿姨 你不要慌 我今天过来 就是来救你的 救我 你谁废了我儿子一只手 爸 爸 就是他 就是他把我手废啊 就是你 你废了我儿子一只手 你知道我是谁吗 爸 他就是一个废王 他可能 连龙神殿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野小子 你也敢废我儿子手 我看你是活腻了 王天龙 这不关他的事 刘夫人 我是看在首领的面子上 才跟你客气 但是龙神殿已经消失二十多年了 林霄也已经不知所踪了 我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他废了我儿子一只手 今天 我必须得找回来 上 小子 这回我爸在 你不敢这么猖狂了吧 张总 行了 刘夫人 看在你的面子上 这个事情 我儿子确实也有错在先 这样 只要让他跪下来 给我儿子道过歉 这个事就算了 想让我跪 可以 可是我害怕 我这一跪 根本就承受不起 小子 你很有骨气 但是在我们南河村 我就是天 我让你跪 你就得跪 快点 跪下给我儿子磕头道歉 磕十个小头 二十年前的龙神殿 只养了一却什么放恩负义的东西 是什么人 龙神殿 林靠天 龙神殿 林靠天 林靠天 林霄是你什么人 我父亲 你可有龙王见识 龙大 你们眼睛好好看吗 这 这 拜见龙神殿少主 爸 爸你干什么呀你 快跪下 拜见龙神殿少主 我不跪 他是你们龙神殿少主 要跪你自己跪 跟我有什么关系 要你跪你就跪 哪来那么多废话 快跪什么呀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他刚才废了我一只手 不帮你儿子报仇也就算了 还要我给他下跪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你 我这是在救你 救我 爸 你怕他干什么呀 龙神殿都已经消失二十多年了 他是龙神殿少主又怎么了 你等着 我现在就叫人来碎了他 南河村困了这么多年 随随便便修 这个人 逆子 爸 你敢打我 滚出去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王天龙 这就是你苦心交出来的好儿子 你要是没有办法收拾他的话 我可以替你好好管教管教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你最好别动我 我分分钟叫来五十多个兄弟 你要是敢动我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 道歉 我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该忍你 你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诚意啊 要不要我帮忙你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是 是我有眼无助 我不敢忍你 您就放过我吧 这还差不多 欠条呢 在这儿 在这儿 怎么 你有意见 没有 没有意见就好 那我们就来送给其他账吧 这间房子 少说也得有五十平米 你们拆迁给五万块钱 王天龙 啊 解释解释吧 这 少主 不关我的事啊 少主 这都是开发商提前决定的 我根本就没有参与啊 开发商是谁 我们南河村的开发商是苏氏集团 他们人多势众 我们根本就惹不起啊 还是爸聪明 把锅甩给了苏氏集团 哼 林浩天 龙神店已经在江湖上消失二十多年了 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小小的龙神店少主 敢不敢找他们苏氏集团的麻烦 苏氏集团是吧 我刚好认识里边的人 我现在就打电话 调查一下情况 要是你敢撒谎 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喂 苏小姐 我是林浩天 怎么了 你们苏氏集团在南河村开发一块地皮的事情 你知道吗 知道啊 这事儿是下面人负责的 可我还听说 你们苏氏集团在与南河村村民签署的合同当中 赔偿款只给到了一平方一千块的价格 这事儿有吗 这怎么可能 我们苏氏集团从不做这种事儿 我们已经向南河村支付两个亿的赔偿款了 这事儿还会由我们苏氏集团监管部门全程跟进 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 好 我知道了 汪天龙 你这招瞒天过海 可真是差点骗了我呀 烧住心怒 难不成 这两个亿的资金全被你死吞了 没没没 我 这么多的钱我哪赶啊 那还有谁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把你的同伙全都交给出来 还有苏氏集团的人 是他们想蛊惑我的 我才鬼迷了心窍 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真的 真是不能怪我 他们实在给的是太多了 少主 叶玲霜 出来吧 在 把这些消息 一五一式的告诉苏氏集团 然后 再让苏氏集团 把这些蛊惊清理干净 是 还有 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 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的眼睛 是 少主 少主 您饶命 您饶活了活吧 真的不关我事 你这是罪有应得 你是你逼我 你逼我的 你逼我的 少主小心 来 走 来 往天龙 本来看在你是龙神殿的分上 你我饶了你一命 我没想到你得寸进尸 我看你真的是活够了 妈今天 就让你尝尝断魂散的滋味 死我了 断魂散的 别挣扎了王天龙 好好享受你人生最后的时光吧 救我 救我 救你 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 你会救我吗 叶灵霜 在 给我把这两个畜生一般的父子带走 是 快点 拿走 走 咱们进去说吧 妈 你 你叫我什么 您口中的林霄便是我的父亲 而你就是我林侯天的母亲 当我得知你的消息我就一直在寻找 今天总算找到了 我还有儿子 林霄都没告诉过我 对 母亲现在还在失忆的状态 父亲在她失忆之后 应该没有将我的消息告诉她 没事 爸 你应该困了吧 睡一会儿吧 等睡起来 所有的事情都能想起来的 我 你应该想吗 我这是 我是浩天 我的儿子 我 我的儿子 你是浩天 我 我的儿子 你 二 二不孝 来晚了 儿子 儿子 妈 对不起 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会能照顾好你 只要让我能见到你 我这儿二十年 受到所有的危机 就都止了 好了 妈 林天雷和我父亲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又为何叛逃出龙山殿呀 说得好吗 林天雷啊 原先是你父亲手来的意思 你父亲并且对他一直观赵有加 后来建立了龙山殿 你父亲还承诺 将来把龙山殿殿住的位子留给他 你们对他恩中如山 他却为何恩将仇报 问题啊 就处在这里 当时那种局势 龙山殿已经树敌很多了 不巧的是 你正好就那个时候出身了 我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自从你出身以后 你父亲他越来越喜欢你 龙山殿的人 就是你为仗中宝 未来龙山殿的太子 这零天雷 他看在眼里 前生计 从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图谋误果 他安装勾结外人 你不想 对你 对你 人心先大 这 当时就看到情况 所以就把你 对不起 想着日后啊 离我了之后再把你接回来 可是结果没想到 没想到林天雷最终还是反叛 跟父亲反目成仇了 一切都是他的嫉妒心在作祟 他没有想到 我对龙山殿的位置 一点也没有想去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 浩天 你找到你父亲了吗 他怎么样了 我父亲二十多年前 就被林天雷这个畜生给 什么 他明明答应过我 会好好保护好自己的 妈 都是我拖累你们了 少主 王家父子已被我解决 南河村的事情已经通知给苏小姐 我们现在回去吗 好 把车开过来 浩天 这是 妈 欺负你的那两个混蛋啊 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报应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听刚才电话里他们叫你少主 没错 我师父是天一宗的宗主 他退隐之后呀 现在天一宗的所有事务 全权由我负责 你怎么跟你爸一个心子呀 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有什么好呀 妈您就放心吧 现在方言整个江城 没有人敢动你的儿子 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 你现在年纪都这么大了 有相中的姑娘吗 倒是有一个符合心意的 不过到时候 还是得您亲自发官 你爸呀 当初修了四封婚书 就是不知道你会相中哪一家 乃是江东苏家苏妙可是也 原来是他 林浩天 小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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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一家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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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天 你终于来了 阮阮现在昏迷不醒 你赶紧救救他吧 我给你救他 林浩天 你快救救姐姐 快 不好 蝎毒已经供入她的体内了 正在破坏他的五脏六腑 正常的治疗已经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 目前看来只有一种办法 只不过风险非常大 我得征求你们的同意 什么办法 你快说 只要能救炎燃 做什么我们都愿意 他的身体正在变病毒破坏 身体的五脏六腑各项技能 已经逐渐下降 目前来说只有一朵功毒 你不功毒 浩天 你能再说详细点吗 这是断魂伞 任何人只要吞下这枚断魂伞 三分钟之内 五脏六腑都会溃烂 最终彻底断绝射击 那这 阎然体力的邪渡 正在破坏他的五脏六腑 与断魂伞的要力大同效益 我现在让他将这枚断魂伞的服下 让梁梦邪渡在体内对抗 然后我招准时机 用神域针将其引出 小姐便可暗然无恙 你有几场把握吗 九场 九场 好 浩天 你大胆去做 我相信你 靠你了 是否 浩天 这次严然多亏了犹豫 此次恩情 我储家莫尺难忘 从此以后 你的事就是我们储家的事 有什么条件 你尽管提出来 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储中天 绝不犹豫 初老先生 快快前行 您言重了 这次我来到江城 也是为了自己的私事 现在我的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 所以我也该走了 初老先生 大可不必如此 林浩天 实在对不起 没想到 我当初对你做了那样的事情 你都不在意 当初是我愚蠢 现在你救了我姐姐 你就是我储小人 这辈子最大的恩人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一定替你解决 他毕竟是你的信心 我能理解 只是 以后做的事情 不要再这么冲动了 嗯 林浩天 当初你说来江城 是为了婚约 现在怎么样了 你找到喜欢的人了吗 这次来江城 我确实有不小的生活 而且 也确实找到自己的心上人了 他是谁 能告诉我吗 他叫宋妙可 目前是苏世纪化的总裁 是他 是他 他确实跟你挺配的 祝福你们 谢谢 也祝愿 楚小姐 早日找到自己的如意安全 昊天 没想到你的艺术如此的高明啊 整个江城都没有人能解决的一难杂政 被你给解决了 日后 定当前途无量啊 楚老先生谬散了 不说这些了 既然 楚小姐已经康复了 那我也该走了 好 走吧 昊天 我送你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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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你也看到 燕燃她现在已经凑分了 小燃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我就想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你和燕燃再接触一下 楚老先生 我和燕燃真的不合适 这件事情上能真的就不要再强强了 这 好好 既然有事 那就先忙吧 改天呢 我再好好答谢你 好 我走了 谢谢 走 彦凌桑 帮我准备一份聘制 我要向宋妙可求婚 是